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是久违了的扔垃圾的环节 是你们最爱看的 装掉了四个洁面筋 两个ITO的这个是老朋友了 然后还有一个全眠时代的也是老朋友 但这个比较薄一点 然后后面应该也不会回购了 我买了一个国潮的品牌叫杰出 觉得它的包装非常的可爱 而且它的材质也很厚实 是那种珍珠纹的 所以非常的好用 面膜的部分呢是留了两个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一个是威诺娜的冻干面膜 这里有四个 但我空了肯定不止四个 这个修护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前段时间一直皮肤过敏 所以就敷它 这个应该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 是蓝铜圣泰的面膜 我也非常的喜欢 保湿效果特别的好 眼唇线霜的部分空掉了两个 一个是一个国货的品牌 叫做KONI KONI 但这个品牌已经停产了 我是在咸鱼上收了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它呢就是这个包装很好看 紫色的 但是呢它的质地整体偏油一点 我自己没有很喜欢 然后这个呢还剩一点点 这个是大家老朋友了 曼丹的眼唇卸妆液 还是非常稳定输出的一个选手 这个是很早之前的一个 Hello Kitty的限定榜 我就是疯狂在消耗囤货 现在 Marvis的这个茶系列 花茶系列的牙膏 我非常的喜欢 最近因为经常出差旅行 所以带小的就很方便 它的味道都是那种很香很甜的那种花茶的味道 Regener的牙膏跟大家讲过非常多次 只要你想牙齿美白就一定要用 它也是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Lamere的洁面 自己很喜欢那个洁面 而且它小小质带出门很方便 起泡度不算特别高 但是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又很温和 但是你如果要我去回购正妆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这个是我买套妆里面送的 这个是之前跟大家吐槽过的POLA的洁面 这个是我的第二支 为什么会有第二支 是因为我之前好像是 抽福袋还是抽奖什么 就是抽到了一个 我想说你也不能浪费 大家也看到是个旧版 我就把它放在淋浴间里面 就是洗澡的时候会用用 终于把它用完了 可以扔掉了 我不喜欢这个洁面 喷雾空调这两个 一个是老朋友雅样的大喷 这个在你皮肤过敏啊 或者是泛红的时候 你用来舒缓保湿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喷雾 银又大碗 修丽可佳的色修喷雾 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单品 它不算是一个难用的单品 但是呢 你如果说它特别好用 特别有效果 我就觉得好像又一般般 就是让我有一种 它好像把色修精华对了水 然后稀释了 放到这里面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预算的话 不如去买色修的精华 空了一个色修的精华 这个单品我真的超爱 它对于泛红去痘印抗敏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我自己手头上 至少还有三四瓶的囤货 就知道我有多爱了 面霜的部分 一共空掉了三个 我每一个空瓶机 你们都能看到 就是修丽可的AJ1抗糖面霜 和他们家242的面霜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 两个常备的单品吧 我皮肤状态很好的时候 我就会想用AJ1的面霜 去帮助我抗老啊 然后面部可以烹润 如果说我最近皮肤状态不稳定 容易过敏 我就会用242修护面霜 最近很喜欢的修护精脆乳 我很喜欢它的质地 很适合现在白天来涂 不会给脸有任何的负担感 修护效果真的很好 防晒空掉了这个Excel的防晒 这个跟大家在爱用品里面讲过 我这一年以来非常喜欢这个防晒 因为它质地非常的水润 后面的话可能应该也不会去回购了 其实这个也不是完全不能找到 别的替代品 终于用完了一个Lamere的润唇蜜 我之前有给大家发唇膏爱用合集的视频 我觉得它最近折扣都还挺好的 都是买一个唇膏送一个唇膩这样子 大家如果在国内的话可以蹲一蹲这个 空了一个鼻喷 我是大概两三年前开始得了鼻炎 就是我之前那段时间 因为身体状况特别不好 然后又有个什么小感冒什么的 好像就很难好 结果就脱成了鼻炎这样 医生就推荐这个 这个就是你每天早晚各一次给鼻腔进行一个喷洗 然后你的鼻炎的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效 这个也是老朋友了 Aura 2的香风味道的漱口水 我超喜欢这个玫瑰花味道的 有一说一再过两个月吧 如果说我能再清理掉一锅东西的话 希望可以给大家录一个 我清完货版之后的一个囤货的分享 香提卡的涂抹面膜 这个是钻石面膜 太久了还剩下一小口 我就没有再用了 这个也是老朋友了 你维稳啊提亮啊抗老啊 可以迅速让你皮肤进入一个很好的状态 香提卡的泥膜 是我最不推荐给大家的一款清洁面膜 因为它涂在脸上就好像阿凡达一样 一个是洗不干净 一个是涂完之后脸上会残留一些 有点泛蓝色的一个感觉的东西 特别奇怪 而且我也没有觉得它清洁有多干净 所以不推荐给大家 再给大家吐槽一个发油式 Brio Gel的用到生气 大家知道我的头发是属于沙发 然后很干的那种 我每一次用它 我其实亮到的都还挺多的 因为对比其他之前我用过的 很多品牌的发油 我挤多少泵 它都是可以完全被我的头发吸收的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大概我第一个三五滴 它无法被我的头发完全吸收 第一个十几滴 我的头发就会变得像 没洗过头一样那种打瘤 你们知道吗 我之前有一次刚洗完澡 然后我想说这个头发 然后可以给大家录视频 然后就是因为涂了这个发油 导致我又去洗了一遍头发 这个视频也没录上 所以完全不推荐 头皮海盐 应该是次立发膜 这两个都是旧版啊 是我在LA这边的囤货 我应该手头上还有各一个吧 用完了之后就应该会考虑去寻觅一些别的产品了 我真的已经用兔了 还用空掉了一套卡湿的这个洗发水和护发素 然后这个是小样来的 总体来讲我觉得就很一般 我没有觉得说它好像有什么很好的修护效果啊 然后也没有很好的柔顺效果 就是我觉得它很普通 非常的普通 甚至连它的味道都没有让我很着迷 所以应该后面不会去回购了 除非我找不到想要用的洗发水 那我可能说OK那我用一用这个 这个就是不会出错的一个洗发水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趁打折的时候去买 原价买的就是大原种 与此将他们家的一个pre shampoo 我昨天晚上用了 我没有什么感觉 真的没有感觉 这一罐就是我头发用一次都还不够的量 我就是感觉头发没有完全的被这个东西覆盖到 然后我就就没了 后来他们家foam的洗发素 这个护发素它讲究就是一个抗糖防老 有一说一我没有觉得抗糖这个东西在头发上它能体现出什么 所以这大概都是我以前教的智商税吧 现在就觉得no no 别想骗我一分钱 POLA的这个红玫瑰的这一款 有一说一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款沐浴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的好闻 这个也是我空调大概第四品 因为它真的就是你洗完之后像沐浴在玫瑰园里的那种感觉 特别香特别甜的一个味道 House of Rose他们家的这个All Baby磨砂膏 味道是非常的好闻 就是那种青蹄汁的感觉 甜甜的那种味道 但是呢就是你要说它特别好用吧 我觉得也还好 它整体来说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细的磨砂颗粒 但是它涂在身上比较难揉搓开 我觉得它就是一坨一坨一坨的那种凝固成一块的 所以我觉得就一般般吧 一个Animates的身体油 这个身体油真的非常好用 也是我在年度爱用护肤大厂里面跟大家推荐过的 它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可以软化角质 重点我觉得涂了它之后还有一些些美白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Leap Intimate Care这个牌子 我也是在年度爱用大厂里跟大家推荐过的 针对于私密处的一款清洁护理二合一的油真的非常好用 我也是已经回购了 Benefe家的极细眉笔 我的这个色号是3.5 是深棕色 它比较适合没有染过的头发 我很喜欢这个单品 它大概我每一年都会空掉一到两只的样子 很顺滑 然后也很适合新手操作 放了一整盒的花王蒸汽眼罩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这个单品的 但这也都是之前囤货了 我会尽量把家里的囤货清一清 然后尝试一些更多别的品牌 空掉了一盒洗衣球 我不知道这个是宝洁还是花王旗下的 但它是一个四合一的洗衣球 总体用下来还不错 最吸引我的是它的香味 我觉得很好闻 Deep Tick的一个杜桑的沐浴油 这个产品好用是非常好用 它涂在身上洗感非常的舒适 它是很低很低起泡度 然后洗在身上非常的滋润 唯一的就是我实在是不喜欢Desson的味道 所以就是肯定不会再回购 吃完一盒chocolat BB的维他命B加C 这个是我吃了很多年的一个维他命B了 我一直一旦皮肤过敏啊 或者是最近经历不好 我就会吃这个 主要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是它一个是真的很有效 第二个呢是它的颗粒非常的小 它没有像很多保健品的颗粒就很大 很大一颗 然后空掉了一个储满抗菌的喷雾 平时没事可以喷在枕头喷在床上被子 然后各个地方 像我们家里宠物比较多嘛 我就是经常会拿这个到处喷一喷 给大家推荐一个宠物用的发膜 这个品牌呢是一个赛季洗补的品牌 我们家所有的动物的洗补用品 包括梳子全部都是这个品牌 它们从小用到大 它们品牌的线分的很细 像这个发膜呢就是比较适合那种需要精细护理的小狗狗用的 给你们看剩下全部都是我消耗掉的蜡烛 一共消耗掉了17个 我把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味道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非常喜欢的是祖马龙他们家今年的圣诞限定 大家看这个盖子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这个盖子我准备就是留着 它们后面其他的蜡烛应该也是可以盖上的 这个红色款它是一个苦橙的味道 但是它里面闻起来又是那种暖暖的 好像又有点板栗栗子味道的那种 非常非常的浓郁 建给你们如果现在还买得到的话 买到一个非常喜欢的小众的品牌 吸引我的点是因为它是11点11 大家都知道11点11其实是一个天使数字来的 然后我这两年就是非常的相信玄学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会格外的注意这些单品 那天在网页上忽然间看到觉得很有缘分就买下来了 然后它闻起来的味道呢 就是一种淡淡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但是呢它又好像踩在棉花上的那种感觉 就很柔情的一个感觉 它很适合放在比如说泳池旁边啊 或者是浴缸旁边 会让人觉得很沉醉 我非常喜欢这个 Deep Tick的玫瑰一项是我最喜欢的 你们都知道的 然后这两个味道也非常的好闻 一个是Pachola 一个是Elder 甜甜苦苦色色的那种 我就是很喜欢这种 有点柑橘加木质香调的一个味道 这三个不知道哪一年的圣诞限定还是非常好闻的 但是现在应该也买不到了 这个好像也是某一年的一个圣诞限定 已经闻不到味道了 这两个就很一般就不推荐给你们了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它是一个很好闻的一个乌龙茶的味道 但是我想不起来它是哪个品牌的 好像是一个家居品牌 Paltry Burn的好像 对 我如果找到的话 我会跟大家在下面分享 这种是小的手工蜡烛 是收到的礼物 这个是Zara Home的 然后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味道了 这个是Zara Malone的Lime Bissel和橘子 其实还挺好闻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